60名南韩国会议员登上日韩争议领土独岛 要日本暂停释放福岛核废水的计划 渔民也到首尔示威 不满日本从12日开始试运转设备 准备夏天来排放核废水 但由于货被污染 会让10万渔民的生计回于一旦 尽管日本宣称放射物质经过稀释才释放 但渔民担心污染扩散 谁还敢吃海鲜 根据南韩环保团体民调显示 72%的南韩民众扬言减少购买水产品 政府赶紧喊话稳定消费者信心 不过受影响的还有这项产品 南韩人制作泡菜不可缺少的海盐 价格近五年飙涨七倍 主要产地全罗南道的太平盐田 今年春雨绵绵产量锐减 现在消费者害怕以后得吃河海盐 造成国产海盐 期货可居囤购风抢 现在还得担心有不肖业者 拿进口的廉价海盐混冲 TV先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